黄珊珊她絕對不爽 她們那個和談本來就沒有要成功 我已經講了 藍白不可能和 誰去當副總統 誰的黨就要泡沫化 是你牽涉到未來 你這個黨就泡沫化 所以藍白和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各自派一個不可能成功的人去談 一個黄珊珊一個金普通 這兩個人怎麼可能會藍白和 最近柯為什麼他的民調又高於侯呢 因為我們最近都在打馬文君 沒有時間打高洪安 所以說你看 侯的民調瞬間就跌下來 你說馬文君這個事情不大嗎 這個事情我跟你講繼續挖 真的會很大 會很大 所以侯本來不是已經比柯高了嗎 突然又跌下來 所以柯文哲你也偏不要高興 等我們打累了 再回過頭來打高洪安的事情 你又要跌下來 你看他沒有柯美蘭在新竹選 沒有人去報導這個事 所以我說我不是一個短視頻嗎 三隻小豬今天還在玩泥巴掌 你說他要選我們的總統 對我們是多大的羞辱 你再想看看 我每次談到這個東西 我都會有這種感慨 我們台灣是什麼國家 我們台灣是多麼高的高層次高境界的國家 我們的科技是什麼概念 轉世界 哪一個國家不需要台灣的晶片 我們掌控了世界的命脈 真的叫世界的命脈 沒有一個國家敢說他掌握世界的命脈 台灣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的台積電只要我關場 我跟你講全世界就垮掉 全世界所有的科技全部垮掉 瞬間就垮掉 一直到台積電 超過一百顆原子彈的厲害好不好 這這麼了不起的國家 結果三隻小豬 他們這樣打了一巴掌 有時候真的想一想太不舒服了 你說台灣人看不懂嗎 我覺得很多人是看得懂的 很多人會覺得說 為什麼總是民間在推著政府往前走 為什麼民間已經走到這樣一個高度了 我們的政治還沒有辦法走到一個清明的程度 台灣已經世界上很了不起的大國 文明大國已開發國家 結果我們每次四年都要一次焦慮 這個真的需要大家智慧 一次把它搞定 讓藍白徹底的泡沫化 你說這次沒有反對黨 有有有 把基進黨抬起來 讓基進黨成為一個忠實的反對黨 那以後台灣就不用擔心 四年都沒關係 我這次沒去投票 反正是民進黨當總統 還是基進黨當總統都沒事了 都台灣人 那個都是台灣精神的 台灣台派的 我們不怕他去投共 我們現在所謂的 是不是 王國感 就是怕被這些人 怕這些親共人當選 他真的把你台灣賣給中國 真的就不客氣了 馬英九那些事情賣得很徹底 馬英九把台灣賣給中國 我們講很多次就不重複了 不是美國押在那裡的時候 早就統一了 馬英九時代就已經統一了 還好我們台灣是美國的 美國的 美國押在那邊 所以馬英九也不敢躁動 所以馬英九後期還在什麼 哎唷 我要潛艦國照 放屁啦 潛艦的購買都是你黨的 你還裝什麼裝啊 表示什麼 也不是你馬英九說的算 好不好 你當然是總統 你也不是 你9%的總統你能說的算什麼 所以台灣人很笨嗎 沒有 當時講 馬英九 支持率就9%欸 蔡英文到今年還50%以上 蔡英文已經要卸任了 所以不是台灣人不是看不懂 其實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看得懂這些人 所以我還是要對台灣人有信心 對台灣人有信心 雖然我有時候我罵得很生氣 但是對台灣人還是有信心 因為真的 真正看到這種不屑的總統 不屑的政治人物 台灣人還是看懂 還是看懂 那個什麼 柯澤聲勢高一點 讓他高一點 讓他高一點 為什麼你知道 先不打 不急著打那個柯 萬一你把柯打得太低 他真的會同意去當人家的副手 那也不是好事 所以只要 你讓柯文哲的身勢比較高一點 比柯文哲 比侯友宜高一點 他這個自大的傢伙 他會真的以為他選得上 他以為他選得上 他就不會去跟人家配贏 當然 我們賴清德先生說的沒錯 一對一我們也要贏 確實一對一也會贏 這個我絕對相信一對一也會贏 但是不要讓他們去和 我覺得這次機會很大 這次機會很大 你想看看 郭文哲也是沒有人 他有什麼人 我就問你 他到今天也沒有人 叫郭文哲這類人出來選總統 叫韓國瑜這類人出來協調 做堂股 你覺得這次不好笑 蔡英文你為什麼會拿817萬票 什麼時候民進黨拿過800多萬票 那真的是被韓國瑜嚇到了 韓國瑜做了什麼事你怎麼那麼害怕 他真的是炒包炒到 一個人可以讓人家 兩句話就發現他的炒包 那表示他真的 他媽的是炒包 四年前 因為害怕你這種人上來 所以把蔡英文的票 激發到800多萬票 然後你現在又說 這個人不出來做堂股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沒有人嘛 你國瑜黨沒有人嘛 你選總統也是炒包 要來做堂股也是炒包 整個國瑜黨就沒有人才了 那我跟你講這個形象越來越差 所以他這個時候找韓國瑜出來 我都很開心你知道嗎 你真的沒有人 讓這些已經被實在淘汰的人 要重新被放到檯面上來 不是壞事 不是壞事 這一次 我認為立委不會太難看 不會太難看 其實這是很大的趨勢 其實這個很重大的趨勢 一直藍營是大於綠營 藍盤是大於綠盤 大概可能 年輕人可能還比較不清楚 我們這一代人都很清楚 藍盤一直大於綠盤 現在你不覺得綠盤已經大於藍盤了嗎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從這次大選到整個局勢來看 因為藍盤真的越來越 因為他們沒有價值 他們沒有論述 沒有理想 所以他們的人你看 要嘛就是高宏安這種貪污的 看到錢不貪會全身發揚 那種中國基因的 中國人就是這樣 為什麼中國 很多中國為什麼美國人都貪污 因為那是基因造成的 那種中國基因看到錢不貪 他會很痛苦 高宏安也是這種 對嗎 藍盤的高宏安這種 藍盤的高宏安這種 我就問你啦 那是要怎麼算 所以說就是因為沒有理想的政黨 慢慢的在社會上被看出來 原來你就是這個樣子 兩位對你不太有期待了 社會對這個黨沒有期待了 恭喜彈跳馬文君 結果國民黨全車上全車維護 這個最好笑 這個我就想講這個 馬文君這個問題 這個案子不是很明顯嗎 不是很明顯嗎 他有沒有洩密 他是不是一個很自私為了自己利益 不顧台灣利益的人 而把這個洩密洩給韓國 就是不讓台灣潛艦能夠造成 這個道理是不是很淺顯 大家都懂對不對 戰鬥人國民黨全員押上去 去挺馬文君 他媽一起低憂 這為什麼這會翻車的 但是我看得很開心 不要去提醒他 讓他繼續去挺馬文君 最好讓他整個翻車在這裡漂亮 這個這樣打才漂亮 對不對 這個已經基本上沒有懸念的東西 馬文君這個本首 我真的叫他本首 你看他講那個話 他是不是很像那個很 真的沒有讀書 那什麼都不懂的人 然後突然位居立法委員的高位 然後可能被幾個軍方退伍的人士 給他慫恿 你知道嗎 我們去搞那個軍購案 我們去做錢客 說軍我錢客 那賺多少錢 那什麼 一個案子幾百億 賺十八幾十億 我認為 被那個楊國良兄弟 跟那個什麼 黃正輝這些人 被迷惑 因為這個傻 這個笨 他沒有 他人家什麼都不懂 各位我可以跟你講 馬文君這種人 你如果有機會跟他聊天 他什麼都不懂 任何嘗試他都不具備 所以讓他看起來 讓他被幾個軍火錢客看起來 他真的以為他無限膨脹他自己 我問你啦 一個老戀的人會幹這種事嗎 對不對 他為什麼不簽那個保密錢 那個是最蠢最笨的一件事情 他還要一會兒什麼 一會兒把他推給國防部 一會兒要推給外交部 我就問你啦 一個 一個 但凡有一些腦袋的人 他怎麼會這樣做呢 你推給人家 他不怕人家出來反駁嗎 國防部那個 那位將軍 還有什麼 外交部 都出來反駁 外交部來說 你知道 你在胡說八道我要告你 你什麼時候聽過 一個部門去說要告一個 一個立委 表示這個人 真的腦子裡沒有東西 你知道嗎 他就很粗陋 很粗俗 很粗暴 然後什麼都把他搞到極致這樣 他責任要推給國防部 推給外交部 人家當然會出來反駁啊 那你講話是 連這個都沒有考慮到 你憑什麼做立委啊 我告訴你馬文俊 智商絕對沒有超過八十 不是我這個 不是我來笑他 我看他每次講話 沒有一句話是有邏輯 沒有一句話是一個成熟的人在講的話 他說我為人很想 就想好像是剛從田裡爬出來的那種 什麼都不懂那種的 真的會給我這種感覺 這種人就是因為他不懂 然後被慫恿 所以他把事情鬧得這麼大 你稍不稍有點腦袋了 你都不會把事情弄得這麼大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麼說 是不是 他應該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可以提早做一個交代 不是他跟所有人都對抗到極致嘛 對抗到極致的時候 我就說 所有的人都不會放過你 你看李正好說 李正好現在說的 我聽得還蠻爽的 你說我就是看不起你黃征輝 他也是個有邏輯的 人家打你的時候是有邏輯的 你防守 黃征輝也是個笨蛋 夠有黃征輝不是將軍 弄清楚他只有上校而已 我不是我校他們這些人 其實一個職業軍人 如果是校級的話 水準都有限 我常常在想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去讀軍校 本來就素質不高 所以我其實我一直蠻擔心 把國家的科技的 國家的軍事交給這一群人 交給這一群人 當然這一群人有優秀的 優秀的至少都升到將軍去 你在這一群人當中 一定是有優秀人才會升到將軍 所以這一群人如果沒有升到將軍 校級的 我們家裡就有校級的軍官了 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那個水平到哪裡 你知道嗎 所以黃征輝你看 為了去幫荷蘭那個潛艦 去Push荷蘭的潛艦 可以做出這麼多荒唐的事情 他居然說我們這個海昆浩 只有外殼什麼都沒有 百分之百沒有作戰能力 這個我跟妳講這個惹了很多人 這個惹了很多人 所以美國那個記者薩頓不是出來講 把他公布出來海昆浩到底 海昆浩的戰鬥力比現在日本現有的 還厲害 看到沒有 人家在打妳黃昆浩 是吧 為什麼美國 美國還 沙頓這個將軍 這個不是將軍 他那個記者為什麼要打黃昆浩 當然啊 你這樣胡說八道說 我們這個海昆 他如果不是美國人在後面Push 哪一個國家敢跟你合作啊 七八個國家幫幫你 大家都很清楚嘛 我說過 社控系統都是美國人 社控系統決定一切 對 社控系統都美國 你跟他說這個不能作戰 美國當然要打妳 打臉 把妳打臉 所以黃昆浩 馬文軍 黃昆浩 高昆浩 這四個這三個人必定要 必定要入關 當然 林北好用 那兩個已經關進去就不說了 這個必定有 必定有事情 不聰明 妳聽到嗎 你說黃昆浩 他可以在電視節目上這樣講 他不怕被打臉 所以他跟馬文軍一樣 都屬於智商不高的人 智商不高的人突然 當他好像爬到一個相對一個 相對比較高位 他會失去自己 他忘了我是誰 他忘了我是誰 所以這些人 最後都會很危險 真的會很危險 我支持李征 把他沒死 真的 把黃昆浩 馬文軍這些人 不送進監獄裡面 天下就沒有公理 就沒有公理 不好意思 美國出手 很多東西 最終還是美國要出手 如果他們這些人 到最後都沒有看懂 我們的背後 我們背後是誰的話 所以這些人 永遠都 農不進這個社會 很可笑 國家大事 軍方最高的機密 台灣的潛艦是 台灣潛艦不是台灣的問題 各位弄清楚 台灣的潛艦 為什麼這一次潛艦 美國給你這麼好的系統 MK48 魚壘一顆可以幹掉一艘航母 我再講一次 一顆 那是超重型的魚壘 它的速度又最快 它的那個炸彈量又最高 一顆MK48可以幹掉中國一艘航母 這麼重要的一個武器系統 美國人會用什麼方式來對待你 不是你台灣個人的問題 是整個第一島鏈的問題 第一島鏈的台灣 有了水下的潛艦 那個對中國有更大的不同 各位以前美國覺得 台灣有潛艦跟沒有潛艦都一樣 為什麼 因為美國覺得說 反正我潛艦這麼多 反正台灣的防守 由美國的潛艦來負責 其實美國人當然是這樣想的 由美國自己的潛艦來負責 它的整個指揮系統比較一貫 好吧 你台灣覺得自己 要有自己的潛艦比較安心 合理嘛 所以美國就把更好的武器系統全部給你 所有的系統都是最新的 所有的系統 日本的那個潛艦那個司令講了 台灣的海潛艦的系統 是比日本現在還要稍先進一點點 一點點有多大一點自己去想 這麼重要的事情 你馬文軍你要破壞 你為了要推銷河南的潛艦 你黃鎮輝為了推銷河南的潛艦 你告訴我 台灣這個是空殼 百分之百沒戰鬥力 你說這些人哪一點像一個成熟的成人 這些話哪一句話像個成人 所以他們這種電是應該的 所以慢慢慢慢的去玩 弄到最後 我跟你講國民黨都 因為這個是什麼 國民黨 牽涉到你國民黨的問題 還有你們去打黃鎮冠幹什麼 你們戰鬥人全部去挺馬文軍 打黃鎮冠幹什麼 你不知道這個真的要全部翻船 趙趙康不知道嗎 趙趙康他不懂馬文軍這個案 必死無疑嗎 趙趙康為什麼帶領著 帶領著戰鬥男 37位的立委 整個跳上船去挺馬文軍 為什麼 各位 他們這些都打選戰打一輩子 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危害有多大 我跟各位講 因為中國的組織發話了 你們就是要討好中國 讓中國你看馬文軍 你看他想阻擋台灣的潛艦 就是整個在保護匪軍 保護解放軍你知道嗎 讓台灣的潛艦不能成軍 就是在保護解放軍 所以對中國是莫大的功勞 所以你看趙趙康他們這一群戰鬥人 也想去從中國那邊 撈到一點好處 你看我幫你們 我幫你挺那個馬文軍 否則各位你告訴我 他們挺馬文軍 到底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什麼 除了跟中國交代 還有什麼理由 所以說台灣人真的要把它看清楚了